起罵到岑屋 八十年代初期的中国 还记得这些纯真的童年吗 这些不知何时被我们遗忘的笑容 真直的眼神 融化在风景里的新兴向容 都留在了你好小朋友摄影机里 你好小朋友 こんにちは中国の子供たち Hello kids Hello my children 私にとっては宝物になりました もしかしたらこの時代を懐かしがっている人たち またはこの時代を知らない若い人たちにも これから将来にわたって宝物になってくれることを期待していますね 日本から来た写真家の桂馬良二です 1981到1982年 秋山亮二在中国摄影家协会的帮助下 多次来到中国 北京 成都 昆明等12座城市 拍摄了近8000张彩色照片 最终選出了116张 初版了你好小朋友摄影机 一回に200本とか250本とかを 詰めたのを持ってきて だからそれで4回ぐらい来きてるから 1000本ぐらい持ってきてるんですけど 使ったら大体800本ぐらい 僕ね 撮影するときに 要求ほとんどしないタイプの写真家なんです 目の前の光景を撮らせていただく というタイプの写真家なんですね 子供らしい姿を撮りたかったですね 2019年6月 你好小朋友复刻版在中国出版 为了宣传摄影集 时隔37年秋山亮二回到了成都 今とても気に入っているのは ちょっと季節外れですけど 日本の有りわらのなにひらって人の物語で 異性物語というのがあるんですけど 月やあらぬ 春や昔の春ならぬ 我が目一つは元の身にして 自分は全然変わらないのに 月も変わったし 春という今の季節も変わってしまったということだよね 1982年的初夏時節 空気中还没有淡淡的桂花香 秋山亮二第一次来到成都 他还没来得及走入赫明茶社 三公里外的隆江路小学 小学生们已经准备好 迎接这位摄影师的到来 五年级的周卓 正在教室里写毛笔字 大约半个小时之后 秋山亮二拍下了这张照片 多分これは日本から写真家が来たというので 学校の人が二人の子供たち とても字が上手ですけど 十日児童の有好遊戯万歳と 先生が書くようにおっしゃったのと思いますね 子供たちが書いて私の前に見せてくれましたね 同样被拍摄的还有两位小男孩 他们和同学们一起围坐在食堂的饭桌前 饭盒里的米饭堆得很高 左边穿着蓝白相见海军衫的五语 吃得津津有味 よく食べるなと思いました 子供のくせによく食べるな 元気だなと思いました 素晴らしいと 素晴らしいと思いました 写真というのは子供の時から親しんでいますね 私は新聞社で初めて写真家としてのね 新聞社ってやっぱりドキュメンタリーですよね なんかちょっと抜けたいなって気持ちがあったんですね だから会社辞めてからは 自分にしか見えてこないものを取りたいな 秋山亮二定格了八十年代 中国小朋友的春真 当年照片中的周卓和吴宇 他们现在正是秋山亮二 来成都时的年纪 我们成都的最早長得的两位小朋友 吴先生请上台 午前我妈妈跟我女儿看到两个感想 我妈妈跟我女儿说的 你看那个爸爸小子好天主啊 女儿说的女小子不那么好 我会当时又将写真有ái 中国在淹来高 spricht 昔の白猫 也只有秋山亮二三 这个背景 震燼度 我是周卓,我是1981年至1983年在龙江陆小学读书。 说实话,我第一次看到的时候,我还有这张照片, 从他拍了以后到我大概五年前看到这个照片之前, 我都不知道有这张照片。 49岁的周卓现在是一名医生,他有两个双胞胎儿子, 时光回到1982年的龙江陆小学。 周卓清楚地记得,学校经常有秋山亮二这样的外国人来参观。 在八十年代吧,我们国家刚刚改革开放, 这个国门也向世界打开, 像美国呀,英国呀,很多的教育考察团, 他们都来到我们成都, 当时的整个对外接待的任务, 从省上、市上,几乎都是安排在了龙江陆。 周卓在龙江陆小学的起点是1981年。 那一年,他刚刚考入这所学校读五年级, 他的班主任是刚刚毕业工作的温建平。 1982年的那张照片里,同样有温建平的记忆。 哦,这一张应该就是你在学书法的时候, 对不对,那个时候我们有书法班, 有美术班,还有体操班, 和那个摄影的那个日本先生都在一起, 那我在这个位置,你们在这儿。 那那个时候,你那个字啊, 应该是当时是写得很好的。 老师的朋友就是有点紧张。 所以我觉得龙小的孩子在那个时候, 其实也成为了一个中国和世界各个国家, 他们交流的一个小识者。 建校于1939年的龙江陆小学, 80年代就已经开始注重培养孩子的兴趣爱好。 丰富的学习生活被秋山亮二的镜头捕捉, 小朋友们普通的午饭在他眼里也充满了故事。 我叫吴宇,是1980年到86年在龙江陆小学读书。 现在16岁了, 大家排队进去, 老师或者高年级的同学分发饭菜, 大家坐在一起吃。 当年第一头吃饭的吴宇, 目前在成都从事质检工作。 他旁边的另一个小男孩是他的同学, 王蒂。 王蒂, 我们俩同学般, 而且当时挺好的, 经常在一起。 前我们是那个小红花, 它变成笑流了, 你有什么优秀的时候, 就等一朵小红花, 然后一个月看小红花, 每个人小红花拿了多少。 王蒂成为立名设计师, 两个人重新回到母校, 最想去的地方, 自然是食堂。 他们都要问第一个小子, 整个国没在逢明天, 这张照片, 我们两个死的第一批是对的嘛, 为什么我们来说的呢? 当时就这两种没有办法, 还有这样看之外。 照片就像反光镜, 站在现在的时空, 看见过去的影子。 37年前的照片, 让吴宇和王蒂得以相聚。 教师节来临之际, 吴宇和王蒂特别联系学校, 想要寻找当年的老师, 一起重返母校, 过一次特别的教师节。 小朋友们拍一拍, 这是什么地方呢? 这个地方呢, 是37年前的龙江路小学。 而这张照片的主角, 也就是今天, 我们请爱的两位朋友, 现在有请他们上场。 让我们用掌声, 有请郑存地老师, 刘淑顾老师, 温建平老师。 我是40多年前, 到龙江路小学教书, 一直到退休了, 现在我已经87岁了。 我在这个学校一直工作了37年。 那我给你。 那是戒指快乐。 回望中, 他们找到了久违的快乐。 幸好, 秋山亮二的照片, 过滤时代的噪音, 留下更为倦勇的治愈力量。 八十年代已经离我们远去, 有人在怀念他, 也有人找到了自己。 37年前的周卓, 我觉得, 我要跟他说的就只有一句话, 你那个时候青春年色的梦想, 其实都差不多实现了。 想跟他说的就是, 当初应该多吃点饭, 多锻炼, 可以再长高一点。 都能够回忆起, 三十年前, 我们的那些点点滴滴, 我们的那些大故事、小故事。 忘记得了是我的癖。 一是, 忘记得了是, 不认于写真。 それは写真を撮って, 本来从写真物所留意。 写真存在。 我ら子暫定的原本就已经是留意中的我, 我真的想要我, 买演员成。 想在写真上。 世界设计店呈演技咖啡也很ictOS 赖获一源。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